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遗忘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规律齿轮极减法 像我昨天呢刚刚就拍了一个视频 讲了关于我自己领悟出来的这个规律齿轮 这里边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你把某一样事情以一种规律化的方式去运作 以此类推的话呢 你就可以推断出你将来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而这个结果可以让你保持坚持与专注 而这个规律齿轮呢 其实是可以用于任何方面 包括减肥啦,包括极减啦,包括创业啦,包括理财啦 各个方面都是可以用的 而规律齿轮极减法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做极减没有办法坚持 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给自己定一个规律在里边 而我自己检讨出来的方式呢 就是你不管在做某一样事情 一定要在同一样时间,同一个地点或者怎样怎样的 然后让它有一个规律的运作 像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有给大家说过 啊,我们不知道开始怎么办呢 那就是从手边开始 因为大多数我们生活一团乱的人呢 应该都和以往很像啊 就是我们就是比较随远而安 比较很随意 然后呢随手开始 但是呢当我们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遇到瓶颈 因为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这种改变方式是顺应着我们的性情开始 但是到了某一个程度我们就卡住了 因为真正的想要极减 或者是真正的改变生活 就等于是我们又必须要先改掉自己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 而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怎么改变呢 就关键在这个规律齿轮上 而昨天我有一个台湾老弟弟跟我说了 以往姐我不喜欢这种被哭着的感觉 我觉得随意而安挺好的啊 然后我就觉得我说我们 我说其实是对的 我们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生活方法是可以的 让自己开心就好 但是呢道理要学会要懂 因为只等你有一天忽然领悟了 忽然你想改变的时候 知道我们有这个方法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运用在里边 包括以往现在在说这个 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照着以往做 不是的 而是说你学听想记 记住之后呢 可能暂时不适合用这个方法 但是有一天可能你会用到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以往曾经讲过这一点 我可以尝试着用这个方法 让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的规矩起来 然后说为什么我们很难做到这个规矩齿轮呢 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 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就已经随意而安 懒散或者说跟着性情走啊这样的 但是你就很难推算出你将来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用了规矩齿轮的话呢 你就非常容易的推算出我将来的结果是什么 就像我做极简一样 我跟自己说我每天都要极简一样东西 或者两样东西 那我就可以推算出以我这种方式极简的话呢 就像渔公移山一样终有会渔完 对不对 然后呢 或者是说像三年老师说的那样 那个大象可以一口一口的把它吃完 其实我觉得这个规律的齿轮的推断呢 关键在于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未来 可以让我们预见我们的未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更有信心的继续我们的极简 更有信心的去整理 像我以前就有很多化妆品嘛 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你忘了我和你好像 我有很多很多的化妆品 我呢就在这对化妆品里边 当我们开始想哎呀我怎么开始极简的时候呢 我就在这样脑子里边 我现在我的脑子里面就出现两条线 第一条线呢 就是说我每天就会非常有规律性的 把每一个化妆品排着用 而我以前是不会的 而这个排着用化妆品的这个规律齿轮 就会让我可以知道 ok我在不停的消耗我这个化妆品 另外一边呢 就是说我每天我都会在极简 我里边有一个我不需要的 或者哪一个我过期的 哪一个不适合我皮肤的 哪个我每天都会从中选一样来扔掉 这两个齿轮 我定一定要跟着它来走的话呢 不停不停的消耗 不停不停的极简 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消耗掉了 你可能说一般我有很多 是有很多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把这两个齿轮 一安进去这两个东西里边的话 你就马上可以推断出 终有一天我可以把它消耗掉 对不对 这个预算的方法 可以让你更加的有自信 ok我只要这样做 我就可以了 甚至当你做习惯了之后呢 我就比方说我 哎呀怎么化妆品好久都没有用完呢 忽然间哪天啊 罚了神经病了 或者忽然间哪天脑子响开了 夸拿出五六瓶来 哎这点过期了 不要了就扔了 或者夸拿出五六瓶香水 哎这个可能适合送人 我不适合我用 夸送人了 所以很多东西只要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安这个规矩规律安在里边 你呢就会用一个非常正确的方法去处理它 而这个处理方法就可以让你坚持 而这个坚持的结果我们就自然而然就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了 我觉得规矩啊 这个词对我们随遇而安的人来说的非常非常难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 因为妈妈从小对我家教很严 所以我其实我蛮很抗拒这种被哭着的感觉的 但是呢 我长大以后 我才发现凡是让我成功的每一个点 都是因为我遵循了这个齿轮 遵循了这个规律的齿轮 所以我才可以让我积攒财富 才会让我积攒知识 才会让我拥有我想要的生活 就是因为我遵循了 或者说我在我无意中的情况底下 我制造了这个规矩齿轮 在我的生命当中 所以每一样我成功的东西 其实都是它而造成的 而建立起来的 我现在呢 在我生活中的每一样东西 我都基本上都是有这个路线的 大概呢 就是一个是消耗掉 一个是极减掉 再就是一个就是呢 我还有一个路线是什么 我在升级我的物品 虽然这也是可能在这过程当中 也会有购买啊 可能会有出现这种问题 但是我觉得升级我的物品本身 也是对我生活的一种尊重 因为我上星期有去参加一个 那个Miss Daily的那个茶会 就是她是澳洲礼仪皇后啊 然后呢在这里边呢 里边特别著名的这个经纪人呢 就交给我们 她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做一些繁琐的东西 繁琐的礼节为的是什么 其实是为的是让对方感觉到被尊重 这样点让我就很想 因为我们是学极减的 其实与繁琐的礼节 是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底下的 但是后来我仔细想过之后呢 我发现 其实让我们的生活越变越好 这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尊重 但是在这个尊重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学极减 因为我们在学极减的过程当中 它训练了我们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我们的必须用品 什么是不需要的 然后在升级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知道 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必须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把它用到最好 我们既可以极减了 又可以对生活拥有了非常尊重的态度 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像我以前我跟大家说过 我以前经常买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过 我这个东西是否真正有用 是否用到了关键的时候 它对我的生活是否带来了真正的好的效应 所以我曾经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全部都是浪费掉了 我至今为止 我以这样推算 这样推理来说的话 我曾经真的是浪费掉好多好多的钱 所以极减呢 一定要先学极减 因为极减是在训练你的判断力 然后我们再开始根据我们 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以后 再开始训练大脑 训练好大脑以后 再开始升级我们的物品 或者是替换我们的物品 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态度 有一种尊重 这样的话呢 你对你的生活有了尊重 生活给你带来的东西 就是更美好的东西 这也就等于是你在尊重你自己的生命 你在尊重自己的生活 我们不就是想要这样的生活吗 我们不是就是想要让自己的生活 处在一种非常快乐 幸福愉快的状态底下吗 而这一切是怎么得来的 就是看我们放多少心思在里边 看我们是否尊重我们的生活 看我们是否尊重我们身边的每一样东西 好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我们家呢又来了两只小猫猫 但是这两只可能要送走的 因为我家太多猫了 我妈妈家的猫呢又生了 生了三只 然后呢我们留了一只给他妈妈 然后这两只呢就刚刚断奶 已经厕所 已经会上厕所了 训练的很好了 一个多月 打算把他们给卖掉 也就是50块钱一只 如果住在猫本的朋友 需要的话 想要的话 可以联络我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 可以吃粮食 然后断奶了 然后而且是可以懂得 会上厕所了 我妈坚持要把他们给卖掉 她说如果你不卖钱 把他送给别人的话 别人就会对他不好 然后说一定要 肯愿意花钱买的 你才可以卖掉他 你才可以给他们 我觉得也还好了 虽然之前有观众朋友 跟我说说你要考察 看对方会不会懂得 对猫猫好啊 怎样的才可以给他们 但是我觉得很多新手的人 就是新手的宠物主人呢 也是可以尝试着去养的 就像我一样 就像我一样 我以前也是 就是从来没有养过猫 在养过猫之后呢 真的被他们给融化掉了 我愿意给新手的人去 去来养他 但是我希望能碰到一个 就比较负责任呢 愿意花心思 在他们身上的主人 来可以购买到他们 就像我一样的那样的 就像我一样的 就像我一样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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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